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六十年的感言 这孟安六十年什么感言呢 就是奇怪啊 他不改变 他永远 他不改变 他的爱不改变 他的工作不改变 他的带领不改变 他的扶持不改变 他的祝福不改变 他在我们身上与我们的同在不改变 你会觉得很稀奇 你会觉得很稀奇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人呢 软弱的太厉害 堕落的太厉害 失败的太厉害 远离开主太厉害 但是啊无论怎样 这个生命啊是永远 这永远的生命 我们现在还不完全知道什么叫永远 因为永远不是我们范畴的一个东西 在我们人所生活的领域里 没有一样东西是连于永远的 永远不是这个范畴的 结果这样啊 这六十年里 叫我觉得最稀奇的就是主啊 为什么你还能爱我 为什么你还能带领我 为什么你还能继续扶持我 祝福我 为什么你还能叫我起来爱你 我就能回答啊 我们得主的生命啊 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生命 而这个不改变的生命啊 在他的不改变里 就带着一个不改变的本能 这个本能 你比如说啊 小孩喜欢玩具 但他会改变 他这个本能就喜欢玩具 所有的一两岁的孩子都喜欢玩具 但是到五六岁 他就把孩童的死 记得圣经说吗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 我的心是想孩子 还有什么 我的什么想孩子 我成了人了 就把孩童的死丢弃了 懂不懂 那个我会改变 但是啊 他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本能 那个本能不改变 像什么呢 爱神要神不会变 你不要以为啊 人软弱了啊 人失败了 人堕落了 哎呀他差了 你不要以为 不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爱主 但是这个生命的本能 那个爱神的本能啊 是永远的 是永远能够爱神 多刚强多失败都可以 不仅这样啊 这个本能里 也会叫你爱弟兄 所以你回来了 一见到弟兄 你喜乐 懂我这句话吗 哎呀感谢主 弟兄啊 你喜乐 见到弟兄 见到姊妹 你喜乐 还有呢 这个本能里啊 会叫你喜欢聚会 我又可以聚会了 我又可以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了 我又可以享受主了 这个本能啊 不仅叫你爱弟兄 这个本能啊 也叫你爱聚会 还有呢 不知不觉啊 你就喜欢读主的话了 这个我的本能 叫我再回来读读圣经吧 享受享受圣经吧 阿们吧 这些都是本能啊 所以你注意啊 生命是永远的 这个永远的生命啊 带着一个属天的本能 叫你爱天上的死 所以啊 你会爱主 你会爱神的儿女 你会爱主耶稣的聚会聚集 你会爱主主给你的话 你也喜欢啊 住在圣徒的中间 爱教会的生活 弟兄姊妹啊 你要注意哦 这个爱主是个本能 爱弟兄姊妹是个本能 爱聚会是个本能 爱主的话是个本能 爱什么呢 爱和基督徒们在一起 也是一个本能 懂我的意思吗 不仅这样啊 每一个信主的人 根据这个永远的生命 他都得着一个永远的天分 生命是永远的 生命的天分也是永远的 中国人讲啊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信他的 我不敢讲鬼话 信他胡说八道 我愿意告诉你啊 那个财是短暂的 那个欲是短暂的 但是啊 神给你永远的生命 这个永远的生命啊 带进了一个永远的天分 这个天分啊 会叫你想要主 会叫你愿意在主里有发展 会叫你这样的 会叫你显出啊 那个主所给你 那个很特别的一份 对 对